前文在族的书写上一回 话说张庆金刀下楼仁武斩的黑大汉 问他的姓名 为什么事要拦路打劫 原来这个黑大汉名叫徐克虎 因为天灾无得食 所以跟着一帮穷老子上黑虎山落草 徐克虎懇求张庆金留下做大寨主 张庆金因为自己已经无家可归 也情愿留下来 两个人心里还结为异性兄弟 从此之后山寨招兵买买就越来越兴旺 有一天张庆金 坐下忽然想起她姐姐张子燕 不知道她是生还是死 想到伤心的地方忍不住留起眼泪 徐克虎见到她问她什么事 张庆金将心事告诉她 徐克虎就说 啊 这样就容易 我就可以派个基警灵理的人去长安探听下不就知道 是吧 于是张庆金选了一个楼罗 派她去长安探听消息 过了两个月的楼罗回来 算了本事 果然把事情探听得清清楚楚 她是由张智燕如何在抄家的时候 被拉进宫做歌姬说起 一路说到她道令救秦庆 然后自闻身亡的经货 长长细细说给两位寨主听 张庆金听了当然很伤心 后来她想 我姐姐是为了救秦庆而死的 我不如去找秦庆 投奔英雄会起不是更好 张庆金和徐克虎商量 徐克虎也非常赞成 立刻就派了十几个探子下山 去探听英雄会的动静 又过了二十多天 探子回来报告 说英雄会攻占了甘提关 一旦秦庆就在那里了 他们两个知道了就非常高兴 第二天 执拾好金银世远 带了粮草 放火烧了山寨 率领全部流落 就出发去甘提关找秦庆 这一天 已经离开甘提关没有多远 只听见前面甘古齐名 喊杀连天 不知道什么事 就派个探马去探听 探马回来报告说英雄会十五元战争 正在轮流与杨林打 张庆金丹 我这么远来到 应该去坐英雄会一臂之力立的头功 就派秦庆虎带着楼罗去屈牢偷袭杨林的大营 他单人匹马直奔金提关 一去到战场 就见到杨林和善雄信打 张庆金不理他什么一打一 快马如飞就冲到杨林背后一刀砍过去 杨林虽然打得气喘如牛 但他还是非常鎮定的 一听见背后有兵器大气的风声 知道有人暗算 连望张庆一缩 只听见头上的紫金棍的龙头 被张庆金一刀砍过去 幸好是杨林 帝哥没命 善雄信见到有机可乘 举起罗牙索的兜头扮下去 杨林的右手棒本来想掃善雄信的腰 现在一改招改为向上一格 隔开罗牙索 一圈码头 左手棒顺势一挥 打正张庆金的刀柄 张庆金的刀柄差点脱手 连望缩马退开 这阵时 徐茂公见到时机已到 将令旗一摆大声地说 杀过去 英雄会的人马就排山倒开地冲上来 这阵时 杨林已经打得筋皮力尽 前后又被张庆金暗算了一刀 虽然没有受伤 但是已经心坊了 现在见到英雄会的人马这样冲过来 他想要快点走才行 如果不是 只是被骂就踩死来 于是他虚妨一步就落坊而走 徐兵见到老王爷都拜阵了 还有说不走吗 刀刀柄斩死去 就散拼命和就摔到大刑 嘿嘿 谁知他们的大刑呢 已经被徐克虎兜牺牺牺牺牺牺了 正所谓蛇无头不行 鸟无头不飞 现在又被人前后甲弓 没听黑牺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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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仗 仰林全军覆没 只剩单人独棋而逃跑了 打了大圣仗,大家宽天起地 多謝我張清金和徐克虎拔刀相助 請他們一起入城 眾位英雄來到最易聽楚朗 大家互通姓名 當張清金自一報的名字說 在下姓張明清金 秦庭聽到當堂一疾 連王走過去問 你就是張清金? 沒錯,是我 京師長安右堂將軍張孫 和你是怎樣稱呼? 她就是先父 張子彥姑娘就是你的姐姐,是嗎? 沒錯,專家是誰? 在下秦庭 當日張姑娘舍命相救 我秦庭沒此難忘 張姑娘曾祝福我要找到你 天幸今天在這處相會 哎呀,秦將軍 張清金握著秦庭雙手放聲痛哭 秦庭和徐茂公他們安慰了她的花 然後又簡單握要感 將當日的事跟大家說了 又介紹眾偉英雄和張清金 徐克虎相識 問起張清金來金提關有什麼事? 張清金說帶兵來投奔英雄會 共徒大使 眾偉英雄當然歡迎 接著秦庭 帶張清金去後堂 見過自己的母親和妻子 賀氏夫人 秦老太太 就說張子燕姑娘為了自己的兒子而死 就叫媳婦認了張清金做弟弟 就是幫張清金找個翻生姐姐 當時賀氏夫人和張清金對拜了三拜 又拜過秦老太太 以後就當成一家人了 話說秦庭和張清金在後堂出回來聚意聽 只見已經擺好賢席 徐茂公說 今天一來慶賀打敗楊林老賊 二來為張徐兩位賢帝接風 來來來來來 大家邁位同飲一番 走過三巡 徐茂公說 我們英雄會奪取到金提關 沒錯暫時有個落腳之地 固然是非常之好 不過呢 中非長久之計 最好就能找到一個山高天險之處 盡可以攻退可以守 作為安身立命之所 這樣就妥當了 各位兄弟 大家都久在江湖見多色廣 不知道知不知道有這樣的地方呢 大家聽了都說 有這樣的地方就好啊 七嘴八舌議論起來 忽然間 黃伯當一拍大腿說 徐三哥 我想起一個地方了 如果我們得到這個地方 不但能夠安身立命 將來還可以奪取天下成其大事 徐茂公就問 咦 是誰啊 大家都吹著他 快點說吧 快點說 黃伯當悶悶喝了一杯酒 就說出一個好地方來 是哪裏呢 原來在河南滑苑境內 有一座山叫做瓦江山 這座瓦江山方圓六十里 東西南北各有一個山口 山上有一座山寨 叫做瓦江寨 寨主是當年南層的一個軍官 稱澤明壤 手下有四名戰將 叫做董平、薛勇、吾鬼和張千 經過多年的經營 在山上各處險要地方 都建了城樓和圍牆摘難 十分堅固 山上有兩三千戶人家 幾千人馬 平時在山上開荒種田 練習槍棒武藝 官府徵招過幾次都打敗了 死傷不少官兵 所以近三兩年 官兵都不敢去撩野他們 英雄會各兄弟聽到黃伯當這樣說 每個人都說要搶他來做地盤 徐茂公說 事不宜遲 要去 三日之後就可以去 不過 今題關我們得來不易 不要白白放棄 徐茂公一邊說 一邊用眼看著看著張清金 張清金說 各位兄長 如果一時之間找不到合適的人 小弟情願和徐克虎 率領著原來人馬留守金堤關 你們得到雅剛寨之後 金堤關就整好和雅剛寨成為 機閣之勢互為趙英 徐茂說 清金賢帝肯留守金堤關是最好的 徐三弟 清金的兵力不多 最好能撥三千人馬和幾個月的糧草給他 萬一楊林老賊再來攻打 也可以閉城死守 徐茂公說 秦二哥說得對 一如這樣做 清金兄弟 我們走了之後 你還要趁這個時候 招兵買馬 擴充勢力要緊 張清金說 既然是這樣 小帝索勝自立為王 不知卿長以下如何呢 大家聽了這麼一聲喝彩 都稱讚張清金有志氣 徐茂公說 好極 那你就稱為金堤王 多謝卿長 大家商量妥當 徐茂公就全下命令 各自檢點人馬 執拾行李之眾 三日之後起程 很快去 就過了三日 這一天早上 徐茂公、秦勤他們率領大軍 放了三聲大炮 由金堤關東門出城 浩浩蕩蕩的直奔瓦江寨 張清金和徐克虎一直送到十里長亭 才與秦勤他們灑淚分別 從此張清金豎起金堤王的大旗 設立招賢館 派人到處去招兵買馬 積聚糧草 擴充勢力 每天排兵步陣 操演武藝 防禦除兵 這些就不說他了 話說英雄會的人馬 既餐喝飲 曉行夜宿 這一天 就來到雅江山下 仲偉英雄手搭梁鵬抬頭一望 嘩 嘩 好大一座山 只見青山蝶翠 盡嶺連面 山上樹木成林 怪石鄰殉 半山腰搭起營寨 紮蘭圍繞高高树起雕斗旗竿 掛著一面黑旗 收著雅江仔三個斗大白色的字 被山風吹 發發聲響 非常威嚴 這座山仔 一夫當關 萬夫莫入 徐茂公下令安營 按照乾 陷 近 鎮 信 尼 坤 對八卦的形式 按了八座營 中心是中軍大將 名為八卦連環債 徐茂公寫好戰書 內容是要摘讓獻出城寨 否則定於明日發兵攻打 然後派個頭目用響戰射上去 當日中兵丁就埋鍋煮飯 襲草衛馬準備施殺 話說雅江仔守衛艾口的兵粥 接到英雄會用響戰射上來的戰書 立即上山送給澤楊 澤楊正在大廳和董平涉用幾個人在喝酒聊天 接到戰書打開來一看 當堂鬥到咆哮如雷火霧三仗 他大叫說 豈有此理 你這幫響馬膽大包天 竟然口吐抗言要我們獻出雅江仔 屁 人例 替我備馬 讓我帶兵下山打到他們落花流水 董平勸他說 大哥米智 這幫響馬竟然有膽來騷擾 一定是兵強將勇 聽說金堤關都被他們佔據了 是想花家兄弟武藝高超 不是無能之輩 竟然當場喪鳴 大哥千萬不要興出 澤楊就說 這樣啊 那我們先去看看 於是不喝酒了 澤楊帶著董平他們四個人 還帶了一幫衛兵騎馬來到前山 站在一塊高地向山下瞭望 只見英雄會的刑寨齊整 君庸威武 在刑寨當中 立起一支旗桿 掛著英雄會的金字大旗 董平看了一陣子 董平看了一陣就對澤楊說 大哥 你們看 他們安的刑寨有名堂的 叫做八瓜連環寨 看來這幫響馬當中有能人 澤楊說 那我們怎樣 董平說 我們最險堅守 他們雖然人馬眾多 也無奈我何 澤楊說 最險堅守 對 最險堅守 不下山交戰 對 不跟他打 咦 那怎麼可以啊 豈不是被響馬恥小 大哥 說話不是這樣說 打仗的事有攻有守 他不來進攻有志可 他如果膽敢攻山 就叫他有來無回 這樣啊 那這封戰書怎麼回答覆 撕了他不理 好 撕了他 於是澤楊下令 要準備多些滾木雷石 強攻力戰 嚴防英雄會人馬攻殺 當晚沒事 到了第二天早上 徐茂公和眾委英雄率領人馬來到山前平地 擺開陣勢派人去叫陣 一半天 山上毫無動靜 認都不認一聲 善同信首先忍不住發火 他對徐茂公說 善同信 等我衝上去 逐宅洋個衰公下來 都未等徐茂公開聲 善同信帶著幾百兵出衝上山 才衝得百多步 林討隨機 哭哭哭喦 聲響 滾木雷石 瞇瞇瞇瞇瞇 滾不瞇瞇 気 Share 善同信撥转码头,没起狼牙索撥开乱战就走 谁知肩膀还是中了一战,兵出就惨了 打死打伤成大半,狼狈地退回来 善同信回来就呱呱叫,好多的战射得不深 拔了出来,敷了金仓药就没什么事了 徐茂公见到山势险耀,上山路又窄 山上早有准备,不能够强攻,收兵回应 第二天,徐茂公又是率领众帝兄去挑战 山上依然不理不理 秦庆程咬都有点生气了 徐茂公在马上劣下劣胡骚 突然微微一笑,他和秦庆说 二哥,前几日杨林老贼攻打金蹄关 我们挂起面战牌三日 挖一挖他的锐气,激怒他 然后到了第四日,我们纵委帝兄用车轮战 结果就打到老贼狼狈而逃 秦庆说,没错 难道习洋又是用这条路来对付我们 徐茂公说,非也 看来习洋想错我们的锐气是真的 但他不会用车轮战和我们打 因为我们战将多,他们战将少 我看他是利用山势险进 山上粮草充足,指手不攻 让我们抗辞日久自行撤兵是真的 所以和我们当日要出关打羊想不一样 程雅公说 我们现在要扎让这个混蛋落山来打 他又不肯,我们又不攻得上去 那怎么办 真是惊死我 徐茂公说,有法子哄他们落山 这次又要努烦四弟你了 游将打就行了,怎样呢 从明天开始,四弟你就这样 我们就这样 这样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好计啊,好计啊 众位弟兄听了徐茂公说的计策 个个拍掌叫好 于是就收兵回应 翌朝早 程咬地带了几百兵来到山下挑战 喊了一轮,山上不理 程咬地破口大骂,罵了大刹 山上还是不理 程咬地叫兵丁来说 你们这么多人,十个人一班,十个人一班就轮流去骂 有这么恶毒骂到这么恶毒 有这么骂骂到这么骂骂到这么骂 骂得最骂最坏的有掌 哈哈 什么骂人都有掌啊 兵丁就问了 诶,四爷,你掌什么 嗯,掌一程靓酒一只羊 好,那我们就骂了 你们抢力骂吧 哇,那些兵仔就放开喉咙 轮流这么骂瓦江寨 将宅让董平涉用他们 逐个骂到臭 怎么骂呢 他们喊了 扎阳,你这个混蛋 你 不行不行不行 这些话不能学 因为学出来会弄骂各位耳朵 总之这些说话认真难听就是了 扎阳出来巡山 听见下面这样的骂 骂得五颜六色 马上提枪上马就要冲下山来打程咬 董平一手拉着他的马龙头 他说 大哥,千万千万不要撞火 他们就是想惊怒我们下山撕杀 我们不听他 当他发神经 走,大哥 我们去喝酒 嘘 扎阳压着心头怒火 跟董平回上山寨 好了 闲话休蹄 说说程咬金 他天天带兵来叫骂 如是者过了五天 到了第六天 只见程咬金带着那几百兵丁 懒羊羊来到山下 照例骂一轮 都已经说到滑了牙 没有离神器 程咬金找树荫坐下 脱了盔甲 穿着牛头虎 脱大尺垃 拿了程酒一大盆老牛肉 在这儿猛饮猛吃 那些兵俊 各自找个凉爽地方 玩的有 睡的有 打牙教的有 喊到下午 就踢下踢下 收队走人 第二天 更有趣 程咬金抬了两箱黄缸 一打开 哇 都是金银元宝 做什么呢 哈哈 程咬金在这儿开赌 摘色仔 那些兵俊就来落主 还骂不骂阵呢 骂 就是派一两个兵仔 不断以骂几句 这些情形 雅江山上的哨兵都看到了 还看到英雄会的刑寨里面 兵器呀 物资呀 亂摆亂放 好多人都跑去山坑雪 洗衣衣 洗凉 打打闹闹 烂闹散散 那些哨兵跑去稟布给扎阳听 扎阳他们立即来到山口观察 果然是这样 扎阳不敢吓吓大笑 哈哈哈哈 这些响马都在乌合之中 金提关花家兄弟 不知道撞到什么鬼 竟然敢都会摆在他们手下 一来 跟我下山 杀到他们 骗夹不漏 责任留下董平涉用守卫山寨 怎样两千兵俊 带上吴贵张千 放了三声号炮就开关杀下山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车听下回分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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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